米飞的爸爸被后妈的哥哥打肠肺 从此米飞就再也没有人关心他了 坐在轮椅上的爸爸行动不便 连吃喝拉撒都要靠后妈 更别说离婚了 米飞的后妈更是可以明目张胆的欺负他 一天晚上米飞辛苦做好一家人的饭 正准备上桌吃饭的时候 米飞的后妈一把把他拉下来 还对米飞说 你要不要脸 一个外人跟我们一起吃饭 自己都不觉得很恶心吗 于是走出外面拿来一个狗盆 然后把自己女儿的剩饭倒进去 放在地上 逼着米飞吃下去 爸爸看在眼里 躺在心里 米飞从小那么受宠爱 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 嘴里说着 我让你们吃 也不怕被堵死 然后直接把桌子全部打翻 后妈看到米飞这个厉害劲 顿时有点懵住 但是随即露出了假笑 哈哈哈哈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于是 走到爸爸旁边 开始一巴掌一巴掌的伤爸爸 爸爸疼得在那一直熬叫 米飞心疼极了 特别急眼 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本来他以为如果反抗 就可以离家出走 远离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 没想到这个恶毒的后妈 虽然拿爸爸威胁自己 米飞求着后妈 让她别打爸爸了 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结果后妈竟笑呵呵的说 做什么都可以 那你给我跪下 用手伤自己 直到让我满意为止 米飞非常不愿意 又不知道该怎么样 这一边 米飞后妈又去打爸爸了 米飞哭着给后妈跪下来 一直伤自己 米飞哭得不行 后妈笑开了话 好了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爱米 下集更精彩哟